哦,ok 一樣會嫌悶著 然後基本上到它現在這樣粉層表面看慢慢有空洞出來 就表示悶蒸告一段落 同時它第一段的注水量比較大一點 主要也是為了先把它的前段水果味從那裡拉出來 而且你第一階段是要中間為主對不對 對 我個人的習慣是繞圈完之後會回到中間做注水 但是因為我的濾杯呢,是屬於錐形濾杯 它在中間,你可以注意它中間是比較厚的 那這個時候我在中間如果做充分的注尾 讓粉層做貫通翻攪 帶出來風味更均勻而且也飽滿 最後一段會做大水去注水 把粉層做大幅度翻攪 可以把香氣拉熟 這個時候它的注水量就會超過就是我原本設定的280 所以你會讓它漏完嗎? 不會讓它漏完 不會讓它漏完 最後呈現下午量是與上一杯的240到260超級 OK OK 不讓它漏完是因為有些好像繼續後面的風味有另外一種對不對 因為風味比較一樣雜味苦味 然後物質料性 那咖啡的物質在萃取時它會逐步的從 就是剛好隨著它分子大小 其實蠻化學的 它會逐步從就是 從水果代性的味道變大分子的可能礦物味 雜味苦味色味 然後跟物質料性的味道 對 所以你會再去Check一下 是不是跟你所當初所設定的那個味道一樣的 是 其實跟弱壁那我已經都是緊張了 喔 可是你這樣子經過客人多的時候 其實這個還蠻花時間的 是 所以你真的有時候 就是效率上會比較跟客人相對 對就比較沒有辦法像那個那麼快